三个人看门章,只把红夫人想赢很难,我要惦记我被追,镜子没头准,飞轮先躲刀,然后再放香水,往前走,躲刀,偏镜转,他转了,我就回在木屋里把板子下了,打不到,圣诞树的门点了一半了,现在去就能跑,但是不一定走得了,他镜子快好了,手里还有传送呢,怎么走呢,很难走,飞轮交过了,指望自己是没用的,有时候还是得指望对面给机会, 他抬镜子,我放香水反走,空了一刀给了一点机会,镜像跟过来没把我夹住,那我直接毁缩,然后出门,门口两个拔银盒早就放好了,指望队友能上风,公夫人传说,但是我进门里了,我迟到我倒了,但是我能爬出去,这把也是三个人开门站,队友贴门,我压机速上来了,放香水开机,开不掉就回,但没想到机开了,我也回了,然后叫飞轮躲刀,幸好没倒,反正刚才那波救死,脑子跟手,各忙各的, 4号机有低交,我准备走低交,但是我先不去,我先绕,谁说绕模型不算马拉松呢,反正打不到我,就是好的,这波不需要转视角看他,无能往前跑就行了,绝对不是我太慌了,不会转视角了,绝对不是,队友点们点了一半了,其实现在可以去低交口博弈了,但是我偏不去,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,也不诠释我是有自己的思路的,不想提前去低交口被架桌, 也不想把他带过去,看到低交,知道我的思路,或者他早就发现低交了,看到我往外跑以为我不知道低交刷4号机,却没想到这是我的圈套,虽然这样打不太稳,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自知死地而后生,低交翻盘,上大分,他刚才甚至踢了个板子,是真的没想到我会跳低交,现在呢,揽不住了,真的看着我跳了, 这把一溜二溜都没溜好,电击还不高,需要薄一薄,杰克没贴脸,少想拦截,想去找冒险家,但没想到被偷人了,他很亏,我们很赚,来双板,拖时间,板子都得下了,板子都得踩了再走,入脸是肉身扛刀,杰克呢,也是没招,不是单溜溜不起,而是有人陪跑,更有性价比,杰克被盖掏盖在里边,正好唯一,本来就想转两板一窗的,现在正是好时机,前方有板子,能溜,开门站离门远一点,对我开双门,这把 不难受,但我好像要倒了,为什么队友不保了,难道电击压好了,也没有呀,没人发消息,幸好我没倒,没人发消息,说明肯定没压好还得溜,这个神威能进板子也会吃刀,直接盖头堵的就是他头铁,这才是真正的博弈,再过来下板子,拖一拖电击就应该够了吧,我觉得,像椅子,到现在溜了很久了呀,抬头一看,电击百分之八,这是入脸是发的进度,我不信,但是没别人发了怎么说,电击还是不够,还得溜,电击尚未压好, 好,钳支,还需努力,趁杰克没誓言,我拉招,等到正能队,告诉我电击压好了,可以下板子接乌刃了,但杰克不打,非常的稳,见招拆招,我放箱随他不太敢打乌刃,我回来之后再找机会,利用好这个板子,等他过来打乌刃,我就翻板子翻过来,但是翻找了,持乌刃好得压其身,但是没压刀,因为他是杰克,刀很慢,我相信他的刀期,所以我连飞轮都没交,我现在很安全,队友呢,点上门了,这把盛局一定了,现在没压力了, 实路更清晰,操作更到位,趁他乌刃没好,创造机会,转走,躲一刀,没打住,飞轮躲一刀,在板子里,直接干扰往回走,这边有地窖吗?没有,但是我刚才没注意,因为刚才很紧张,这里没刷地窖,离门又太远,这把想逃脱,很难,大概三跑了,不过杰克传走了,传完了,两个门都开了,他拦不住,回来找我,找不到,我去月亮门,去了,这把,四跑,六涅西,多防挑,就行,他每次挑都能跟他博一, 特别是这种高枪,你拆我,往哪走,我拆他要跳了,直接反走,他跳过来,打不到我,身为安全,但是我偏不让,我要盖板子,处其不宜,我盖了往回绕就行,反正高枪好躲跳,实在不行,跳脸上,还有香水能保底,放出来秒回就行,打一刀,但是我还是满血呢,咱们是很克制他的,不失误,随便溜三台,他这波反绕没绕刀,然后跳撞墙了,我也是没想到,闪现好了,我拆的,我放香水了,好,非常好的玉帆, 是我的香水CD,旋转,你还别说,闪现确实好了,就在我放香水的后一秒,但是他没闪,没敢翻窗,怕吃闪,现在看抬刀叫费轮,好一个放烟花,好像抬刀,但是抬刀了也没中,人黄步躲一刀,香水好了,吃刀了,秒回还能跑呢,我还是满血,这波处理还是可以的,就是他这个放烟花,真的好像抬刀,对我们这种看抬刀的角色,真的不太友好,你说对吧,先知教授,哦,对了,这把有先知,涅西展现还没交, 好,那么预判闪现的重人交给你咯,我需要帮助,涅西要交闪了,你看我就先,他交闪,你交了,很简单的,怕先知没在看我,还是找队友,更稳吧,撞上有人的,是个囚徒,是你吗,梦中勤求,不交颠,肉身扛刀,非常的好,这样更稳,我能跑,但是要换追你咯,那你溜吧,别倒一场机,反正我溜够了,这不就四人开门站了,两个门都有人贴,这把随便赢的,好的传说,飞行家会飞,他不好追,只能追我, 转不走了,就玩这块板子,就行,牵着十秒钟往上,就够,足够飞行家赶路到另一个门了,牵着够了,我不慌了,该替自己着想了,是有机会跳低窖的,等他跳我翻板子,找一下我加速跑中场,好 这把相当惨烈,飞两个人,生一台机,这把是破轮,又来找我了,我得牵着好,这把还是有机会,走一个的,再厉害一点,走两个,又未尝不可呢,一个华丽的转身,你以为我进板子,但是我没进,你以为我躲掉了吗,但是我中刺了,但是问题不大,他知道我有飞轮,他现在不敢变人,走空地最好躲吃, 但是不是我说的,我中刺了,只能回来,但是飞轮还在手,你总得悲观,非常的简单,躲掉,往回走,散了,没打到,翻过来就行 我上一只圆钉胶,有盾就我,最稳了,吃刀就最好,哦不是怎么吃一刀就倒 幸好后面还有队友,机球手,捞了我就走,先躲到后进板子,这块板子必须砸头,板区薄衣就是要一个只,稳重,还有两个只,看反应 随机,那个硬边,投铁,那就盖板,翻过去转着,右边有板子,但是路头解晕了,走不了了 那就回头绕背假装翻,空一刀,我放香水往前拉走,能勾舞啊,无所谓,勾到了,大不了就回 最后一台机,队友在修,马上高,那就卡半交,主要是想不交,也不行,被发现了,被揽了,吃一刀了,马上传过来了,赶紧了,能捞下来的 就差一丝丝,好可惜,差点捞下来,点击呢,现在才高,但速闪传走了 这把也是很扎裂,马上就三台机子飞两个,玩不了一点,看我来一波,恐吓流,拉拉队员 放下他,不发也没事,我走啦,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我要是交客家,我肯定会来一句神机